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把磨砂膏直接擠在手掌上 然后可以加一点水 用手掌擠至起泡 起泡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面上做一个打圈的步骤 打圈的方向全部都会以向外为主 几个地方是一个重点 包括额头、鼻、两边面旁这个位置都是毛孔比较粗大 我们也可以在这些位置擠久一点 最后我们就可以用清水过水 拿张纸巾印翻开 那就很干净了 市面上有那么多产品 如何选择才好呢? 觉得自己的皮肤慢慢很干真真的话 可以用上保湿系列的Aquafill保湿洁面膏 而如果发面觉得有油粒粒的感觉 就可以用上Turbo Light Oil Control的黑碳洁面来 如果发面有粉刺、抖印等问题的话 就可以用上Agno Fight 12合1的磨砂洁面膏 然后我们可以塗上Agno Fight Moisturizer 舌一下在手掌上 然后全面均匀擦上 感觉非常干净清爽 而且有控油的效果 男生很多时候都没有留意面上的毛发 例如眉毛、鼻毛又或者是鬚等等 很多时候因为没有修整的话 感觉都会比较污烈的 所以男生我们就可以用剃刀或者微鉗 收好你们的眉毛 另外鼻毛方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圆头的剪刀 就没那么容易剃刀鼻里面的肉 鬚方面我们可以先塗上这个鬚前的保湿箱 可以用上这个看鬚刀又或者电鬚跑 做一些的修整 感觉就会干净很多 男生很多衣服有时候都会愁梦梦的 记住出街之前一定要烫净你的衣服 另外来到餐厅或者Coffee Shop的话 坐下的时候一定要解开你的西装扣 感觉就会舒服很多 坐下的时候最好就坐直一点 不要坐到没有腰骨 还有记住不要硬脚 看Menu的时候最好就让对方看座 这些小动作一定会加分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还想看多点 立刻subscribe我youtubechannel 好了